雪中焊刀行 第四十三回 话说那古怪的老头啊 貌似是剑神李纯刚 这江泥琢磨到这儿 他探出脑袋小声闻 你都说了 徐凤年有你一半天赋 还说他练刀完 注定没出息 那我偷偷摸摸 跟你学了剑 有何用 这老头一时间没整明白 被其中道理好不容易啊 这才理清头绪 感情这小丫头 被徐凤年那小子欺负啊 习惯了 开始在心底里 承认自己不如他聪明 想通这个 实在不像是 那剑神李纯刚的老头 寻寻善幼道 你天赋不比那小子差 怕什么 将你眸子亮了一下 但很快恢复冷淡 他哭着脸说 还是算了 学刀学剑 很苦的 我还是读书好了 得 在武当山上 最心疼菜谱的小泥人 想必是被徐凤年 封魔炼刀 给暗中震慑住了 可怜的李老剑神呢 亏得车外不远处 有一个已经一大把 年纪的仰慕者 一辈子从不求人 只被人磕头无数的老头 恨不得一头撞死自己 这次哪门子倒立 这老头吻了吻心神 告诉自己 这样才好啊 这丫头 就是这股蛮不讲理的精气神 最合心意 当年李纯刚又何时与人 与世道讲理国呀 一事难事 风雨事 江湖事 王朝事 天下事 都不过是一件的事啊 这将你卷起绣管子 轻轻的解开了 缠绕匕首神福的丝带 老头看得发呆 咋的啊 这不学见也就罢了 还要跟难得发发善心的老父 我拼命吗 这一团江湖的势道 当真是看不明白了 出人意料 承认自己不太聪明 还怕吃苦的小姜 你把神福递出去 柔柔的说 那 不是送你 是借你的 老头缓缓 接过神福 压抑心中波澜 轻声问道 为何呀 这小丫头啊 重新把脑袋 躲在那边 密集后边 小声说 如今这世上 没人对我好了 你好像还不错 只剩下一条胳膊 更没了呢 木马牛的老头 瞧不出任何神情变化 只是默默作定 依然缩在书后头的 江泥重复道 我不学见 一桌扶平 冷博丁被拔起 种在院子里当芭蕉 好不容易呢 又见着院外风光 哪能不开怀呀 这鱼又威呀 快意骑马骑胜了瘾 不管徐凤年 如何是言语 威逼利诱 就是不愿意下马车 徐凤年看他 马术稀松平常 钻紧马江上的 千金玉手 早已经泛红 他忍不住 有点恼火 只有他这种 行走过江湖的人物 才知道 那些个 脸蛋融资不俗的女侠 风光归风光 可不耐细看 这马骑多了呀 屁股袋肯定是 光洁圆润不到哪了 那握刀提见久了呢 双手老茧子 更是不堪入目 那你鱼又威 难不成要不厚尘吗 徐凤年冷哼一声 双手放于唇间 吹了一声尖锐口上 那头楚求二 辛苦调教出来的 青白鸾冲破乌云 直刺鱼又威怀中的 白猫五妹娘 养尊处优胆子不比老鼠大的 白猫啊 这通体血毛竖起 凄惨的尖叫一声 于又威吓得脸色发白 自打捡到这白猫 取名五妹娘那天起 他便是他唯一 相依为命的亲人 这头辽东非秦 最神俊者六年凤啊 他只是来回俯冲 并不伤害白猫 只是五妹娘 吓得够呛 连带着于又威望向徐凤年的眼神 都是异常悲凉 于老道是为书羊 谈笑丰盛的徐凤年假装啊 看不见 这于又威无计可施 只得恨恨下马 上了马车 去面对那个 过于不拘小节的羊皮球老头 原先心中啊 有些想拿姿色引诱世子殿下 补取一些意外惊喜的书修 见到这番情形 一阵的心凉 本以为这次游历队伍中 车厢里那丫头啊 灵气归灵气 终究还小 青桃的滋味 那可比不了熟头了的蜜桃 至于驾车的丫鬟 长得不差 身段也算婀娜 就是性子太冷 一看便不是懂得呀 暖背贴心的女子 最后只有捧着白猫的这位 最有威胁 那两臀半 那都是上马下马 满营的远滚风情 便是自己同为女人 也瞧得觉着游人 世子殿下是花丛老手 这一路为何戴上这养猫的娘子 还不是做那事来解壳解禅呢 既然好这一口 就不许自己上去凑个数啊 一龙二凤双飞燕呢 可世子殿下为何看上去 并不十分宠溺的 传闻世子殿下 为了那些个北梁的大小花魁 可什么荒唐事都做得出来 也就亏得大祝国家大业大 地方上一般家底的豪族门阀 都经不起如此的挥霍 书修一时间呢 有些意态阑珊 他最厉害的不是内力不是刺杀 而是有易容术之称的床帝魅术 只要给他一张画像 一套完整的易容器具 他便能在半夜里变成那个人 几乎一家乱真 是想得到了书修 不就等于得到天下所有美女的脸蛋啊 这神似有几分 且不说 行似个八九分 绝对属于信守年来啊 问题在于 这书修与世子殿下不熟 摸不清脾气口味 哪知道他心中所想的家人是谁啊 即便有了一副精准的画像 万一画蛇天足 一想到 那位据说背上了几十万春秋怨鬼 阴魂不散的大祝国 书修就心颤胆岁啊 若没有了在两地指手遮天的大祝国 人生就轻松了 这个大不敬的念头 只是一闪而逝 书修就毁得想抽自己耳光子 进入雍州境内 徐凤年终究不是天文鼠的老夫子 可以算准天气的阴晴雨雪 这场暴雨比他猜想来的更早更急 于是众人呢不走官道 抄了一条近路 奔向预定的歇脚地 世子殿下这一临时兴起的改变形成 就让一群满怀热沉献殷勤的家伙 吃足苦头了 雍州北面的影传县城 不仅城门大开 一众从八品到六品的大小官吏 都出成三十里 在一座凉亭耐心 耗着世子殿下的大驾 文官呢 以震撼海为首 已是一位肥胖雍种的花家老人 身为雍州左官伯曹次从事 主管半周的彩古博书 争了很多年的伯曹主事 奈何次次差了点运气 雍州伯曹主事换了好几位 震撼海的屁股 却在这次从事的位置上升了根 近世出身的老文官不凑巧 在老家呀 这影传县城告假休养 摊上这么一号苦差事 只好拖着年迈的病区出来 武官呢 以东晋副都尉唐英山带头 一三百弹并不出众 让人不敢小觑的 是这唐副都尉啊 可掌兵两百 王朝这些年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呀 朝廷中书里 不管是文臣气脉如何壮大 四殿大学士 学士仿佛一夜间 全变成了近世出身的文臣 汇聚四殿是世大压人 可那是京城那边的事 不说这传闻睡梦中 都可以听到铁蹄声的北梁 雍州这照样还是武将力压文官一头 唐英山早年呢 家道中落 比不得那些个雍州的 豪法举荐出身的高门世子 更读不尽的经文 便气比从容 得以在春秋国战的落幕中 积攒到一份不小的功绩 唠到手一个官职俸禄平平 却将皆是兵权在握的东晋副都尉足矣 文官武将两派是精卫分明 分开站立 唐英山瞧不起这帮的文官 身后的仆役 各个被散的富人座态 镇汉海则不顺眼 这帮莽夫带兵披甲的傲气 如今天下是海燕和清 你等斗大字不识几个的 啾啾武夫有何作用呢 兵者国之凶器啊 春秋八国死了数百万人 几乎都被你们这帮子灭国屠城的五人 给一口气杀绝了 还要怎样啊 麻备下庙堂上的经济治国 还得读书人来做的稳等 镇汉海不给唐英山这帮武将好脸色 却与身边品级比他第一大截的 影传的文人官吏相当客气 花甲老胖子镇汉海 进阴官场大半生 哪会不知将来自己手中的那支笔 再也划不动 雍州财政的时候 人走茶凉的可怕 这时候不放低身段 去广洁善园 等到告老还乡的那天 那就完了 影传县 宫济兰亭 拿丝巾擦拭脖子里 被这王不但天气 闷出来的汗水 他小心翼翼的笑 郑伯草 这天要下雨可下大了 不知世子殿下何时到达呀 郑汉海笑眯眯的说 郑庭啊 这你就不懂了 下雨才好 这趟世子殿下来影传 我可是好不容易才给你争取到 让世子殿下住在你的寺宅 你那湖中有莲花 医院中有芭蕉 若不下雨 殿下能感受到 你宅子的鱼打芭蕉 声声哟 再者呀 这鱼中迎可 才显出宠意 进兰亭恍然 一点就通嘴上却说 下官这是担忧 郑老受寒 倾盆大雨咒至 黄豆大小的雨点 敲在五官甲咒上 声声激烈 便是那些没资格 站在亭子里的小魏 一样无动于衷 任由大雨颇深 他们清一色 属于王朝 名将排名仅次于大驻国的大将军救部 他们存心 要借着父辈功勋 才得以忠名鼎时的世子殿下瞧一瞧 天底下 不是只有北梁三十万铁骑 才算是人人汉族 可怜文官们 如同一颗颗经不起折腾的芭蕉 瑟瑟发抖 雨伞根本无用 体格轻瘦的进兰亭 也顾不上自己 吃力给体重约么是他两倍的震撼海 撑伞遮风当雨 仆役随从们忙碌的鸡飞狗跳 一些个心思活份的都开始琢磨 如何去煮些个热汤来给主子们暖身 雍州北边大雨雷鸣 北梁东边却是小雨犀利 大驻国徐霄和首席幕僚李一山同乘一车 车外两百重甲铁骑马蹄剑泥均荣赠 徐霄掀开帘子 看了一眼山行地势 清笑道 元英就不送了 你跟刘浦回府便是 李山点点头 欲言又止 大驻国知晓 这位国士的心思 微笑道 徐霄跋扈不假 却也不是缺心眼的鲁莽蠢人 这趟进京并非心血来潮 要去跟那些世子学士的正口舌之快 当朝首府张巨鹿 再让我不痛快 比起当年那个在昆吉殿 拿脑壳撞我的周太傅 总是还要恭谨谦逊吧 那搬朝世子搬头领袖的周老头 骂娘骂不过我 打架就更别提了 可忠归是个性情重人哪 这个做了老太傅门下走狗足足 二十年才冒奸的张巨鹿 是个难得能成大事的读书人 他敢与顾建堂联手 甚至说服那位镇国大将军 安抚一杆五官 一退再退 足见这位从没跟我打过交道的 年轻首府很有谋算 年纪不老 乃新性子倒是潮一流 我不去亲眼见识见识 不放心的 文人提笔杀人能伤人 比什么都狠 不说北梁边军铁骑 是否会被针对 光是为了那些 才过上几年光景安定日子的 各军老族 我都得去看一看 让这帮不知兵戈残烈的文官知道 徐霄还没到骑不动马的那一天 李一山清淡的说 当年你与顾建堂 为谁在朝作满殿无关的领袖脊梁 谁外放作王去担起二皇帝的马铭 争论不休 连赏阴学宫的大忌酒都在幕后出谋划策 先皇立牌众议 肯将你而不是更易掌控的顾建堂 放在北梁 这份心胸 无愧于听朝廷上的 愧为雄诀四字 只是九龙匾挂在那 未必没有提醒警示你的意思啊 徐霄笑道 贤皇什么都好 就是太热衷于帝王心术 说起这胸心 李一山 你这说法说偏了 当年西磊碧一战 我会反 先皇会看不出来 可还是任由我北梁旧部十四人撞死于殿前 为何呀 还不是闲碍眼呢 李一山摇头 你这口怨气还没消尽 徐霄冷笑 徐霄 何时是凄粮大肚的人呢 李一山盯着大祝国面容 沉声问 当真 只是去见识见识张巨鹿的手段 徐霄哈哈大笑 一些人 看到徐霄 被托绝对老太隆中 才睡得香 好不容易坐上那把龙椅 却不曾一天睡树的 我都替他心酸呢 李一山 无奈苦笑 刚要下车 徐霄轻声道 听朝时局 这第九局 指不定是一山赢了 背对大祝国的李一山掀开帘子 感慨的说 你若活着回来 才能算我赢 大祝国笑骂道 屁话 我舍得死 我不求死 谁杀得了我徐霄 这些天憋着一口气的李一山 心情豁然开朗 下车后 弯腰行李 低头 惩挚道 恳请大祝国 这趟少杀些读书种子 春秋大不易一战 杀得够多了 徐霄霄 袁英啊 袁英 你这身迂腐书生意气 最是要不得 当年赵长陵便比你圆滑许多 李一山接过守壳奴 刘浦的江生不以为然的说 江左第一的赵长陵 善于某短 就算活到今天 一样与你儿子合不来 更有你的头痛啊 徐霄放下帘子 一笑而过 却说呢 雍州边境的小道上 几乎睁不开眼睛的吕前堂 猛人停马拔剑 依稀可见 小道尽头立着一位在江湖上 诗传已久的红甲服将 那身披一具鲜红甲咒的古怪人物 如同一尊神兵偏将 不持兵器徒手战力 硬生生挡在小道阵中 厚重面甲 似乎覆盖整张脸孔 庞陀大雨中 雄壮甲人四周 只见雾武器弥满 九斗米老道 魏淑阳惊骇出声 当年南国府将红甲人早已灭亡 据说是刺杀先皇 被那骂做人猫的大宦官 用手连甲带人皮一通拨了下来 尸体与甲咒都挂在一杆王旗上 很多慕名前王的江湖人士 都亲眼见到那血肉模糊的场景 那身先红甲咒 天下独一无二 而且经过曹官子确认 作不得假 这尊红甲人 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马队一听 书修杨清风 一左一右 纵马来到吕前堂身侧 神情紧张 三人三本秘籍 哪是那么容易轻易到手啊 敢来辽伯世子殿下的刺客 多半是金粮狠足 何况眼前这位还是光明正大 出现在道路上 不说其他 光是胆识 就让三人自愧不如 官场沉浮 那是考量察言观色的功力 江湖打拼 也得观相望弃 最忌讳走眼 否则再厉害的角色 都有阴沟里翻船的一天 剑山李纯刚那般 玄通无敌的爵士高手 不就是败给了 当时仅算是出生牛犊的王先知啊 挑进的说 吴家剑种出事的那名青年剑 可无六鼎 御人从不报名 会不说家门 只是啊 一路向南行去 一路仗剑杀去 死于他单手枯剑的 可不皆是常在河边走 就失了邪的倒霉袋啊 徐凤年不急不躁 只是瞪大眼睛 看着那洪甲夫人 饶有兴致的说 喂爷爷 这福将洪甲人到底什么东西呀 披上一身洪甲就格外生猛了 那我得去弄一套裤来穿穿呢 哦 怎么那是披上了呢 我得去弄一封